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又反目为仇 大砍大杀 天子和百官被沦为人质 被国里二人是拉来拉去 整个长安是一片废墟 血流成河 断水断粮 天子以粗糠腐肉为食 百官更是奄奄待毙 要紧的说 要紧的是 天子在安吉将军董城的相助下 侥幸逃脱了长安 星夜向东 逃往洛阳 天子在逃亡途中写下此诏 急招天下诸侯 前去秦王 如此良机 千古难觅 良机 主公 这叫什么良机啊 主公的意思是 从长安到洛阳 必须经过芒荡山一带 此山离衍州不足五百里 主公想起兵救驾 待天子到手之后 就可以 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掌天下之饼 天子已经逃出长安了 急召各阵诸侯前去护驾 你们说说 我是奉赵还是不奉赵呢 主公 以许优之见 主公非但应该奉赵赶去护驾 而且还必须抢先一步 因为当今天下纷乱动荡 诸侯争雄 但只是各霸一方 在这种时候 谁若能把天子握于掌中 谁就可以知天下牛而已 许优之言 真乃匹夫之见 见如今天下大事一目了然 那昔日天子 不过是徒有虚名 汉事遥遥欲坠 主公若要真把他请来 那无异于是给自己添了个累赘 试问 天子如果来了 这冀州谁是主人 是主公你还是那个小娃儿 再者说了 如果他排起皇帝谱来 今天一诏明日一旨 你听是不听 从是不从 天风说得有理 那天子也确实是个累赘 我就解放 主公 方才 天风所言 那才真正是 蜀木寸光 欲富短贱 大汉 虽然是遥遥欲坠 可尚未崩溃 那天子虽然年少无为 且徒有虚名 可他仍为汉帝 主公 你虽贵为冀州之主 可你仍是汉帝之臣 有道是 明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必败 主公 天子可不是累赘 那是一面 号召天下诸侯的皇旗 一面同龄三军的大盗啊 其作用可限量乎 在下担心 如果主公弃而不取 定会落入别人掌中 哦 谁会取取 盐州的曹操 荆州的刘表 他们都会取取 尤其是那曹操 不但会取 甚至会取杨 许优之言 危言总听啊 什么大旗大盗 那昔日天子 不过是寒丘中的一片落叶 无用之物罢了 曹操想要 任由他取去 我家主公 应该不上虚名 专心实际 敢问 当今最大的实际是什么 我以为 是迅速消灭公孙瓒 兼并青州幽州 如果此一成功 那天下神州 我家主公已独占四州 这和真正的天子 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主公 应该整军备战 迅速兼并青幽 切勿分心旁骛啊 主公 我意已决 不奉天子照令 其中经历 整军备战 等秋收过后 两响被租 即可发兵 尽取幽州 主 主 主公 主公 短剑 雍臣无国 一只